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心寒的药 比如说白虎烫 用石膏 心寒 轻热 透血 白虎本为达热书表 这种适用于蒸热 所谓蒸热就是里热蒸腾 热血本身就从里向外蒸 肺胃的热血从里向外 你怎么知道通神大汗 大汗说明热血在向体表发跃 因势力倒 用心胃含量的药 既轻又透 还是使它从表而进 向外走 这是一种情况 再一种情况 用苦寒之折 这种情况用于预热 热血本身预在里边了 气机不通 你让它往外宣 它宣不出去 它本身是预避的热 预避之热 它不向外蒸 你阴湿力倒倒不出去 所以这种情况用苦寒药 清热 苦寒能够清热 为什么叫直折呢 苦味的药下行 使热血向下 下边给它找出路 从下而走 这两种 这个也不一样 所以用药也不一样 再一种情况 用苦寒弓下 这个用于热血 也可以叫制热 就是扬明腐蚀症 大便造结 造屎和热结聚在里边 组织了气机 气机不通畅 邪无出路 也可以叫制热 蒸热 预热 制热 它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制法当然也不同 对于造屎内接 应该有苦寒的要攻下 通过攻下而泄热 对 同样是气氛症 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治疗也就不同 一般来说就这么几个大法 现在这两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由这两种情况发展而来的 这两种情况可以是一发病 就有这个表现 如果说初起肩表 你也要具体分析 它也可能是肩风寒 也可能是肩风热 刚才不说了吗 春天气温不稳定 有时候凉有时候热 如果感受风寒 它有风寒的表现 在里热的同时 有头疼 身痛 无汗 那就知道 还有轻微的物寒 那就知道 它是外感寒邪了 那么治疗呢 加一点新温药 但是不能用麻黄桂枝 用葱丸道尺 如果是外感风热 微乎风寒 有汗 可以加银花 莲窍 在清理热的同时 可以加银窍 或者是 把银窍散合进去 有人用银窍白虎汤吗 白虎汤加银窍散 在煎表 这整个气氛呢 类型虽然多 但是不外这几种大法 如果发育营分 初级就是营分症 要清营 或者叫凉营 因为它损伤盈因了 要养银 凉营 养银 同时还可以加透热转气的药 在轻营的同时 向外透热 使营分的热 从气氛透出去 从表尔解 不向外散热 从里边清 从外边散 从不同的渠道 给热血找出路 这个透热转气虽然不是大法 大法是凉营养银 但是 它很起作用 它配合着凉营养银的药 对热血的消散 发散很有 很有促进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这个将来咱们讲营分症 再细讲 如果气氛 营分 这不是两种出发的形式吗 再继续发展的话 进入血氛 血氛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冻血 一种是耗血 一种是冻风 热血 破血忘形 灼伤血落 可以导致除血 治疗 要凉血 散血 不要提止血 治温病从来不提止血 为什么 是血热导致除血 凉血就是止血 但是 它在冻血的过程中 由于热血很胜 它也同时耗血 血液也黏了 所以除的斑是紫黑的 那不说明血液黏制吗 所以要消散这个鱼血 要散血 散血包括养阴和活血 这两类 所以冻血是凉血散血法 用哪类的药呢 凉血药 滋阴药 活血药 三类 耗血 耗血 滋阴不血 或者叫填阴不血 因为热血沉入到下角 所谓耗血 是消耗干血和肾经 它耗伤的非常厉害 所以用填补的方法 甚至用血肉有情之品 来添阴补血 如果冻风 用凉肝细风法 为什么冻风列入血分症呢 因为是肝热而生风 肝藏血 因为肝血热 这个热血对筋脉的刺激 才导致抽搐 所以凉肝血就能够细风 这是关于血分症的几类之法 那么文病啊 春文病 它发展有气氛 有盈分 有血氛 有这么几个阶段 总的来说 大家就掌握这个大的原则就行了 这里边咱们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哪些药不能用 用药的禁忌 一 既纯用苦寒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苦寒之热吗 预热 要用苦寒的药 使热血下行吗 我这说的是 既纯用苦寒 这苦寒药 必须配五干寒药 或者咸寒药药用 不能单用苦寒 为什么 寒可以清热 苦可以引热下行 这都是事实 但是苦药都造 它容易伤阴 春文病 本来 热就伤阴 热很重 就伤阴 你再用苦到伤阴 这个肯定要注意 所以呢 苦寒不是不能用 不能纯用 要配肝寒和咸寒 生金的药 保金业 吴局通在文病条片的中教片讲 那我们在柔和咸导 在柔和咸导 我现在分析 这个肯定要配分 来吧 你这些肯定要配分 就像我 就像我 这么个肯定要配分 好 所以 就像我 这种肯定要配分 好 我 就像我 不认 我 温病灶热 灶热就是筋液损伤 欲解灶热 你想解除它这个灶热 先知其干 就说要生筋 它是因为热伤筋液才出现的干燥 不可纯用苦寒也扶植反造肾 纯用苦寒的要苦燥 伤音越用越燥 非用不可 必须配干寒咸寒 比如说 生地 麦冬是干寒 原生是咸寒 要配这一类的药 不能单纯的用 第二点 即利尿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 因为在温热病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的原因是什么呀 筋伤没有尿 所以你不能利尿 越利尿越伤音 吴季通也在中角片提出来 温定小便不利 淡肾不可疑不能用淡肾利尿的药 即五菱拔正背 五菱是指五菱散 五菱散用于伤寒太阳蓄水 膀胱气化不利小便不利 它可以化气行水 但那是外感寒血 温病的小便不利 不是膀胱气化的问题 是筋液不毒 它就没尿 所以滋阴才能利尿 五菱散不行 新温的 八正散行不行 八正散都是苦寒药 它是应于 大部分都是苦寒药 它是用于 膀胱湿热导致的小便不利 它不是湿热 所以力尿也不行 这是绝对禁忌 力尿绝对不行 新温发汗也绝对不行 这个不用多说了 即早用滋补 纯纹病不是不可以滋补 真道下胶 深入下胶 损伤肝血肾经 肯定要滋补 还不是一般的滋补 还要填补 但是不能早用 气氛症 盈分症 不能 所谓滋补 黏腻的滋阴药 它容易脸斜 轻补可以 轻补比如说 生地 脉冬 原神 这一类的 既能清热 又能滋阴 所谓滋补指的是什么呢 龟板 憋甲 恶骄 这一类的 正对熟地 山芸肉 这一类的 内伤答病者的滋阴药 绝不能用 轻补可以 下个咱们就开始讲 具体症候 第一类 热域 邵阳 温病里边 温热病 可以出现邵阳病 食热病 也可以出现邵阳病 温热病 多表现在足邵阳胆 食热病 多表现在手邵阳三交 但是胆和三交 都是邵阳 他们共同 主持人体的 气机升降出入 所以 胆和三交密不可分 胆的出入时长 三交的升降也失常 三交的升降时长 胆的出入也失常 这是虽然主要提的是答案 但实际上它也涉及到三交 大家先看它临床表现 它的表现是 寒热往来 或深热 这种病人呢 有的表现为 寒热往来 热重寒轻 有的不是往来 就是热 两种情况 那就看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口苦而渴 肝殴心烦 小便短翅 或者胸邪不输 或者是邪痛 胸邪不输 或者邪痛 舌红台黄 卖贤硕 舌红台黄卖 贤硕不是红硕 也不是华硕 这么两种情况 有的病人就表现 寒热往来 但是寒和热比较起来 热重寒轻 有的病人呢 就是淡热不寒 发热不寒 再看他的邪气的轻重 和部位的深浅 我先问一句 咱们这说是热欲少阳 请问 是少阳胆精 还是少阳胆腐 问题是什么 是经症 还是腐症 经苦同病 山寒论里边太阳病 有经症有腐症 阳病病有经症有腐症 少阳病有经症腐症吗 少阳之危病 口口掩盖目悬事业 不提经症腐症 为什么 他是经苦同病 他发病就是经和腐疼病 寒热往来 是经症 为什么呢 这个病人呢 不是当时感受热血 当时发病 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 他是热血 寒于理 寒于哪呢 绍阴圣 到春天 发 是春天 从绍阴向外发 他可以发于三阳 可以发于太阳 也可以发于绍阳 你也可以发于阳明 最多见的是发于少阳和阳明 发于阳明 不用说 白虎当正 大热大可 阳明热症 如果发于少阳呢 他就表现为 热欲于理 气机组织 气机不通啊 因为他不是邪气 从表入理 而是邪气从少阳发 从理发到少阳 他也堵塞 堵少阳胆精的通路 邪气要出 出不去 就遇在那 他把气机遇塞了 不通了 就出现误寒 那么体内的正气 要向外驱助他 因为他在半表半理 正气要驱助他 正邪相征就发热 他这个发热乌寒呢 为什么以热为主 因为他不是从表入理 而是要从里出表 他是里边的预热 所以他热中寒清 可以说呀 这个邪气的部位 是偏于半表半理的 那个半理 偏于半理 外感病 初起 是偏于半表 你说伤寒的少阳病 初起是偏于半表 温定初起 是偏于半理 他是从里向外发 所以可以有寒热往来 如果说预热很重 他也可以 就是发热 不误寒 都可以 但是话说回来 他只发热 没有误寒 不是往来寒热 你怎么诊断它是少阳病 怎么知道它是少阳 口苦 这个就是明确的 病态胆 这是胆 精神还是负症 口苦是负症 因为人体内 只有胆汁是苦的 而且胆汁只藏在胆 不藏在别墅 所以只要是口苦 肯定是有胆热 这是胆热造成的 可 里热经伤 热血损伤了经验 为什么肝殴 木旺生土 胆也属木 肝胆都属木 胆为甲木 肝为乙木 就是说胆气 泛肥 它气机不利了 由于肝胆气机不利 三胶的气机也就不通畅 所以胃气不降 上腻而欧 横腻范位 导致升降失常 胃气上腻而欧 预热内扰心神 就心烦 预热伤筋 筋也不足 小便就短吃 因为他少阳胆经的精气不通力 热欲的胆经嘛 精气不通力 就出现胸邪障闷不舒 甚至于严重了邪痛 因为足少阳胆经 他的经脉走两斜 经脉的循行路线上的病 甚至于邪痛 舌红胎黄 卖硕 这都说明是李热 卖硕而不滑不红 是咸 咸主肝胆病 咸主气质 实际上是气质 胆气不舒 这个病人 有没有大汗 没有 和白虎汤症不同 为什么李热这么重 尿量都减少了 不出汗呢 因为他是玉壁之热 邵阳帝经气不利 表里出入之疏阻塞 耿阻了 所以里边的筋液 他就不能往外泄 他不出汗 但是口渴的也很重 小便很少 是热血从里边伤筋 而不向外蒸腾 所以这种热 属于 避避之热 和肺胃热上的蒸腾之热不同 因为肺乳宣发 胃为十二斤水骨之海 他们都是向外发布的 所以肺胃热吃 是蒸腾 胆是煮输泻的 他首先病变 气机组织 输泻功能失差 今夜 不能向外服务 所以尽管高热 而无大汗 治疗 要苦寒清热 宣玉透鞋 简单的说 四个字 清喧欲热 既要清又要喧 有热当然要清 但是因为它热欲 你就必须悬通气机 气机不通 热无出路 热不可能走 所以是在悬通气机的基础上 来清热 如果它出起煎表 煎风寒可以加葱汁汤 煎风热可以加银翘 煎透表 但是还是以 转郁透热为主 代表方济 选用的是 刘宝一温热风源的 黄芹汤 加豆豉玄身房 它的组成 黄芹 白勺 这勺要用的是白勺 制干草 大枣 淡豆豉 玄身 黄芹 白勺 干草 大枣 这四个药 是黄芹汤的原方 再加豆豉和原参 这方济有什么作用呢 黄芹 是邵阳明的药吧 入邵阳胆 它能够清感热 勺要配干草 勺要配干草 勺要干草汤有什么作用 酸干化阴 勺要是酸含 干草 是干 酸配干 可以化阴 这就是不可纯用苦寒的 范例 它没有纯用苦寒吧 用了黄芹 再配上勺要干草 一方面清少阳之热 一方面 酸干化阴 保筋液 大枣这个药在这 用处不大 可以去掉 豆豉 刘宝宜说 它能够 宣发哨阴的腹血 它能够透热 宣郁透热 全身 自阴 清热 解毒 它是干咸寒 能够养阴清热 所以这个方济 体现了一个 既能清旋预热 又保筋液 为什么这么强调保筋呢 刘宝宜说 少阴的腹血 可以发育三阳 如果发育少阳 它是这样说的 少阳则寒热往来 口苦邪通 制衣 琴 池 黄芯豆豉 和柴虎 山枝等位 另外 它特别强调 福气温病 血已经化热了 福血已经化热 则血热燎原 血已化热 则血热燎原 罪易灼伤阴液 阴液一伤 辩证风起 阴液是人体的正气 如果阴液伤了 人体抵抗力不足了 那辩证很快 各种辩证都可以出来 固治福气温病 当步步估其阴液 这是刘宝宜的文日风言里面讲的 当步步估其阴液 这个方济 刘宝宜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斜热未离哨音 其治法服外事宜 什么意思呢 斜热从哨音 服热在哨音 就用黄金汤夹豆豉全身 如果发于不同的部位 它还有不同的夹减 或斜随未托哨音 而以兼有三音见证者 均以临正参拙实至 故非可可周以求见义 他说你别可周求见 就用我这个死守 我这个一个方 这个方子是斜在哨音的方 如果发于三阳 那你要根据不同的部位 要加不同的药 发于少阳加什么药 刚才咱们说了 黄芹豆豉 这里边已经有了 它还提出来 它提加黄芹豆豉 柴湖三枝 因为这个黄芹汤 加豆豉延伸方 这基本方 已经有了这两个药了 那么就是说 还应该再加柴湖 再加柴湖 再加山枝 因为这个黄芹汤家 豆豉原神方 它是斜伏少阴的主方 它发于不同的部位 你必须得加减 这里边没有透鞋的药 没有鲜芹的药 对吧 黄芹芷是清育热 少药配甘草 酸肝化阴 加悬参 清热滋银 加豆豉鲜芹 都可以 但是豆豉的力量不够 它清透少阳 它不入少阳 它清透力量不够 所以它提出来 加这两个药 用柴湖干什么 鲜芹 透鞋 黄芹配柴湖 是不是小柴湖堂的军药 用柴湖 透半表直鞋 用黄芹清半理直 和解少阳 当然呢 这个病是预热 从里向外发 它没有表鞋 但是它气机不通 用柴湖 疏通气机而透鞋外出 但是柴湖苦燥 有人说呀 柴湖结肝阴 最近 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柴湖根本就不结肝阴 没有结肝阴 这个弊病 也是考证的很有道理 说是在什么时代以前 就没有这句话 这句话是谁说的 通过临床验证 柴湖不结肝阴 最近有这么篇文章 专讲这个 但是柴湖毕竟是 生提药 它毕竟脏 这是实施 所以用的时候要慎重 量不要大 或者是用 促朝 促朝以后 它仍然保留了疏干作用 但是它就不那么造了 制约了它的造型 你促柴湖可以 量不要大 用它的目的疏通气机 透少阳之邪 使这个在半表半俩这个热邪 半表半里之间的热邪 透出去 加山枝有什么作用 山枝是苦含清热药 它有个特点 它能够导热下行 它不仅能清热 它能够把热向下引 引到哪去呢 从小便而出 山枝能够通火腐 它不是利尿样 但是它可以把热 从小便里面倒出去 它有导热作用 一方面从里面清 一方面向下引 清倒热邪 这是刘宝一的方计 所以咱们在临床使用的时候 黄芹汤加豆豉 悬神方 再加上醋柴壶 再加上山枝 效果更好 因为它那个圆方是置 少阴扶鞋的主方 根据不同的部位要加 所以有这个加减 吴菊通还有一个方 文明条片里边有一个 黄莲黄秦堂 这个方计组成 黄莲二千 黄秦二千 玉金是一千半 豆豉是二千 就这么个方 大家看看它跟刘宝一这个方 有没有相似之处 基本上祖方原则一样不一样 黄秦是都用 刘宝一用的是之子 他用的是黄莲 总而言之都是苦寒 黄秦是必用之药 黄秦是军药 因为它清少阳之热 一个用之子 一个用黄莲 一死相近 都用豆豉 悬芋 这点是共同的 用豆豉悬芋 这是共同的 它没用柴壶 它用的是玉金 玉金也输干的 也输干难之气 玉金能够行气活血 它是心寒药 柴壶性会是苦瓶 所以说它造啊 它苦 玉金呢 它不造 因为它是心寒 大家看 选哪个好 选玉金好 吴居通这房子好不好 有毛病 毛病在哪 毛病在哪 血已化热 则血热燎原 醉意灼伤 阴叶 阴叶一伤 辩证风起 雇致福气文病 当步步雇气阴 阴叶 它这顾阴叶了没有 有没有照顾阴叶的 没有 加白勺甘草 加勺药甘草原身 加勺药甘草原身 能够 鲜育透热 这两个药是鲜育的 豆豉有透热作用 这边是清胆的 再加勺药甘草糖 和鲜育 自己保一 这就全面了 所以这这个热育少阳 和热带阳明 气氛不一样 同样是气氛症 这是两个类型 因为它是少阳气机不差 有气育 所以一定要 鲜育才能透热 所以不用白虎汤 而用这个方计 如果说肩有表症 那么可以加上葱尺汤 你就本来它就有豆豉 再加两根葱就行了 如果说是外感风热 加上樱花莲窍 透热作用更好 如果病人呕吐很厉害 这相当于西医的什么病呢 中医所说的春温 包括重型的流感 主要是指春天发生的流行性脑脊水膜炎 流脑 流脑 颅内压增高 可以有喷射状呕吐吧 吐得很厉害 而且甚至喷射状 像我喷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加纸鸥的药 什么样纸鸥好 对 为什么不用半价 不用生姜 都是温药 猪乳苦寒 何谓纸鸥还化痰 那大剂量的猪乳 他不听吗 干欧嘛 甚至喷射状呕吐 再严重了 加重清胆力量 可以加领阳脚 加领脚 凉肝 凉肝就能清胆 肝胆相表里 所以这个症候比较特殊 我这反复强调它的意思 就是大家一定要掌握 既要清胆 这是首要的 又要行气 因为胆域气肌就不出 要行气 清胆行气才能给热血找出路 气肌通畅了 热血才能向外散 更重要的 一定要保经验 要步步顾起音乐 下次课再结束讲 下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